其實我也很帥 現在還是很帥 為什麼要這樣講一道 因為我兒子 也跟我一樣很帥 所以他也是當過明星 我兒子也當過明星也當過電視 那因為後來 去當兵回來的時候 因為家裡要事業 所以他就留下來家裡做 就沒有再繼續走業 台灣搭到四塊那裡 我是從事以推高機的 零件 買賣業務跟汽車零件 還有我們車子的 油品類的這樣子 因為我兒子 我比較早五分 所以我五十一年次的 那我有三個孫子 哇 我兒子三十一歲 二十一歲 然後我兒子跟徐 都在家裡幫忙 所以我跟 當然講的一樣 因為我想說人是在追求的 斷屬力不是我要的 所以禮拜天的時候 本來我就是 因為我是有領農民證的 有領農民證 那推廚會就有寄信給我 可以去大學 所以我就去讀中州科技大學 現在禮拜六禮拜天的 因為去年的 我們的會長 陳米惠 他要當會長 他就說 我要去衝人數 然後一進去之後 他又跟我講說 那一年的記者要培訓 他要去報記者 叫我去報就有分析 那我就是好 他同學叫 我就跟著他去了 去的時候 因為 今年是我 進同紀會的第二年而已 第二年 那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因為去年 因為我本身 我很喜歡照相 然後也很喜歡寫文章 這是我的興趣 那我進了同紀會之後 因為 第一年的主委是秋皮麗 那一年是秋皮麗 他也是 也有帶我們到 我們各的 等會區去反釋 然後我有一些寫文章 所以我 常常會 投稿我們 同紀之聲 都用我張作業的名字 但是沒有用 碩士大哥的名字 然後 但是也喜歡照相 所以 我第一年 我就去總會工作 因為他們總會有缺人 就叫我去幫忙照 那今年 今年 是第二年 所以 我也有到總會去拍照 因為他是有興趣 所以 我認為說 我們 同紀會真的是 一個很好的打家庭 所以 也因為有這個 一年紀會 我才進來同紀會 那 有些 我們一些 攝影委員會的 因為我缺人